23號第29屆金曲獎完美落幕 結果出爐當然幾家歡樂幾家愁 蕭敬騰JJ林俊傑 送念與一同出席慶功宴 本屆溫鼎六項獎座的歌王JJ 竟然全都沒得被問到那個獎 讓他感到可惜他坦白的說 其實都可惜啊 你說其實每一個獎項 雖然大家關注的都不太一樣 但是對自己來說 這張專輯這個作品就是一個寶貝 然後今天跟Eason啊跟Nikki啊 也算是一個大家坐在一起 我覺得很開心 真的是很開心 因為做音樂的過程當中 往往都會是寂寞的 但是能夠在金曲獎 有機會一起共向勝局 一起在同一排上 我覺得那是一種很感恩的心態 我很開心能夠跟這些好朋友 一起做音樂 一起把心聲寫成歌 然後看到朋友們得獎的時候 是真心的替他開心 除了歌王歌后被受關注外 本屆最大的亮點就是首度 接下金曲主持棒的老孝小景騰 坦言壓力超大的他今天的表現 以外讓網友們大讚 被問到給自己打幾分時 老孝真的太謙虛了 我不敢打 我給大家打吧 我不敢不敢 你能不能要交棒給誰啊 剛剛你九次說他有 對對對 九次哥哥給 九次哥哥給 然後JJ兄也可以啊 你待會兒問他 你們待會兒問他 J兄一定沒問題 他口調超好的 然後還有多國語都沒問題 所以他一定就是 就專業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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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口...我口調不好 常常說錯話 JJ我們就期待你明年能接下主持棒囉 害怕的話可以搭檔Niki